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弟兄姊妹平安 這個主題其實是我們今年的 學校的一個重要的主題 就是從年初一直到年尾 因為今年是凌晨的30週年 這個主題我們就一直到年底 好 我們一起要來看的是 這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五章 一到十一節 大家不是太陌生的一個事件 邀請各位讀單數節 我來讀雙數節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節一備 來 耶穌站在和尼撒的湖邊 眾人擁擠他要聽神的道 他見有兩隻船彎在湖邊 打魚的人卻離開船襲網去了 講完了對西門說 把船開到水深之處 下網打魚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 網險些裂開 西門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膳 說 主啊 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他的夥伴西匹泰的兒子雅各 約翰也是這樣 耶穌對西門說 不要怕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了 好 我們這次低頭禱告 敬愛主 我們謝謝你 主啊 是的可以來到你的聖殿 敬拜你 聆聽你的話語 現在真的是覺得是一個十足珍貴的事情 主因此願你今天早晨再一次幫助我們 有一個能聽的兒受教者的心 叫我們今天早晨說的聽的再一次同盟造就 感謝仰望奉靠耶穌的名 Amen 好 這是我們不是太陌生的一個 耶穌他被這個 耶穌 彼得被耶穌呼召的一個經文 但是我們從一到三節裡頭我們就來看 我給了他一個主題就叫做 耶穌來到我們的困窘處 事實上我們很清楚地看見 這就是彼得打不到魚 但是是耶穌自己走進他的這個經驗的當中 不過這不是彼得第一次遇見耶穌的一個經驗 事實上他的第一次經驗記錄在 約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一節那裡 我們從約翰福音第一章可以看見 其實是他的弟弟安德烈 慎重地把彼得帶到耶穌那裡去 就說這個是我們遇見彌賽了 我認為他就是 到底安德烈發生什麼事會這樣說呢 當然我們就要記住一件事情就是 彼賽亞對猶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其實直到今天為止 以色列國還慎重地在等候彼賽亞 所以他們非常切忘 歷史歷代先知在預言的那一位 但是就在耶穌的那個時代的當中 其實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氛圍 因為那時候就是馬加比革命 其實就是他們當中有人受不了 羅馬對他們的氣壓 其實他們有多次的這種政治性的獨立的一個運動 跟一個戰士的發生 所以其實在他們亡國了四百年 到耶穌那個時代 然後又被羅馬殖民 所以他們是一個被管的一個特別的自治區 其實他們心中是非常深刻的在竊望這個人 而安德烈本來是施許約翰的門徒 所以在一次特別的經驗的當中 施許約翰指著耶穌 因為耶穌那時候從他們的面前經過 他就說看哪上帝的羔羊 對於外邦人的我們 聽見這個聖經這樣記載 看見聖經這樣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理解 可是對於終生都在聖殿裡頭獻祭的猶太人 他們非常的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羔羊 其實他們不是完全理解 可是這對他們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字眼 所以安德烈就跟另外一個同伴就跟了去 然後就非常稀奇 為什麼他的老師講這句話 就問耶穌說你在哪裡住 然後耶穌說你來看 所以至少我們就知道 他們跟耶穌過了一晚 可是到底那一晚發生什麼 是聖經沒有記載 我們只知道結論是 這個晚上過了之後 安德烈就非常的確定說 這個人是彌賽亞 我們實在會很好奇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 這是一個他們所謂的民族的救星 其實是一個政治性的意涵 比較深刻 到底他們聽見什麼 但是我們從安德烈聖經裡頭的記載 其實他的另外一個記載 聖經對安德烈的描述並不多 聖經幾乎都在寫彼得的故事 可是他是他的親弟弟 我們就看見另外一個記載 就是著名的五秉二語的神跡 是安德烈帶著孩子到 這個耶穌的前面 然後就說我們就這麼多而已 你就可以知道安德烈 其實他有他特殊的角色 他總是促成了非常重要的神跡 他是一個忠誠信實的小人物 其實他當時我是個小人物 當然十二門徒並不小 那總之呢 這就使得彼得對於耶穌 有一個相當的印象 當然在那一次的當中 這個彼得被耶穌說 你要叫做基法 其實他也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這個到底對他未來眾生的命運 有多麼大的影響 其實他是不清楚的 但是他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他遇見了一個珍貴的拉比 那這個拿蛋烈在那一次 也被耶穌電到 他本來是侵蝕耶穌的 然後他就說哇你真的是 然後耶穌就說 這樣說你就以為是了嗎 你將會看見更大的事 這些點點滴滴在彼得的心中 不是沒有影響 一定是有影響的 不過到這一次經驗之前 你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耶穌是耶穌 彼得是彼得 什麼意思啊 他沒有跟隨他 OK 所以安德烈是一個 跟隨施洗約翰的人 但是在這一次的經驗之後 彼得跟耶穌的關係永遠的改變 也就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生命的經歷 十二門徒 門徒們對耶穌的認識 其實是在無數次的經歷當中 所以我們會說 經歷神非常重要 你不可能只是因為 對教義的認知 查考聖經 你就能認識神 因為那樣的認識是一個方面而已 其實這個靈良堂 或者說是我們的教會 在這些年裡頭 所謂的重視聖靈的意思 就是我們不是輕視不重視教義 可是教義絕對不會讓你成為一個真正的跟隨者 這一次的經歷使得彼得成為一個真正的跟隨者 那因此我們就來思考 就是相信耶穌是彼在是一回事 能夠完全的蛇往跟隨 這真的是一個不太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一切始於耶穌主動的走進了他的困頓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要認識神 我們要經歷神 經歷這件事情 不是你想要就可以要 你想要你就可以參加查經班 你可以到神醫院去上課 但是能夠經歷神 這不是你能做的 所以老實說 我們能夠認識神多少 跟神其實是有在給我們引導是有關係的 但是許多的人卻能夠在引導的當中 更深的經歷神 可是許多人在神的引導裡頭 沒有經歷神 這個也有意思了 因為這個關係到什麼 人的回應 所以我們的信仰始終是神開始 但是人的回應非常的重要 而這個回應 彼得這一次的回應 完全地打開了他一個全新的視角 這不是別人 不是他親近的弟弟 信誓旦旦地說他是明賽亞 他也許在理智上面並沒有反對這件事情 但是這並不造成他真正能夠 給他這麼大的一個動力 願意去跟隨耶穌 所以這是一個全新視野的一個打開 這也關係到我們到底認識經歷耶穌到什麼程度 某一個程度其實我們是需要跟神說 主啊幫助我經歷你 幫助我真正地看見你 來認識你 在這裡我就要稍微加一點東西 就是我自己的重生的經歷 跟這個有一點點類似就是 我在中學的時候經歷了我自己的重生 事實上我跟下面的這個人 有一個非常類似的地方 就是我不是姓一代 因為從我的母親那裡來講 我是第三代 但是我也有第一代經歷的經驗 因為從我父親 我父親原來不是基督徒 我有自己獨立的追尋的一個經歷 所以那個獨立的追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威斯里約翰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說威斯里約翰的經歷 就像彼得這一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翻轉 他終於知道他其實不夠認識耶穌 那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這個威斯里約翰他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虔誠的PK PK的意思就是Pastor's Kids 所以他是這個 他其實是第N代 不是只是第二代 只是他的父母雙方 祖父母這邊 外祖父母這邊 全部都是傳道人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信仰背影是深厚 從小就培育 那他也是一個非常好的PK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很多PK都非常討人厭 他們是教會的經 什麼是叫做經呢 因為他聖經很熟 所以教這種小孩不容易 因為他聖經比你熟 他會告訴老師 老師你講錯了 腳還在那邊晃啊晃的 然後這個 因為他太熟了 所以呢 你就要戰戰精進地教這種小孩 他的知識比你多 但是他是不是經歷什麼 那未必 所以呢 這個衛斯里元翰25歲就暗默了 那他是非常棒的小孩子怎麼說呢 功課好 身體好 頭腦好 然後呢 品格好 這種小孩真的就是少年觀 人見人愛的 所以他在這個暗默之後 他其實有一個經驗就是 他帶著一群人 當時候教會裡頭到 你看他不只是墓會 他還去到那種非常沒有開化的美國那時候 1735年 美國都還沒獨立 所以去到喬治亞 很多印第安人的地方 去那裡宣教 而在這個宣教之旅裡頭 他遇見了一個非常重要 這叫Divine Appointment 上帝讓他遇見了生命當中的貴人 那當時候歐洲的整個的進錢運動 整個的歐洲的復興運動的一個重要的領袖 莫拉維亞的其中一位領袖叫做施龐恩伯 這是一次著名的一個相遇 那施龐恩伯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一個問題 他竟然問一個帶短宣隊的牧師這種問題 什麼問題 他說你認識耶穌嗎 你會問一個牧師這個問題嗎 你這樣會冒犯他你知道嗎 你會問他小學生的問題 你認識耶穌嗎 然後這個威斯里就回答說 耶穌就是世界的救主 這答案好不好 好啊 正確答案 不過施龐恩伯一點都不滿意 他接著問說 他當然是 但是你知道他有救你嗎 然後威斯里完全回答不出來 他就愣在那裡了 這一個經歷很深地讓他看見一件事情就是 他完全沒有內在得救的確訊 那個救恩的確訊它是沒有的 信耶穌是一回事 你真的認識耶穌嗎 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以至於你真的能夠跟隨他嗎 所以在這一次的經歷裡頭 其實造就了整個後來的 約翰衛斯里的尋道會 衛理工會 整個的尋道會的非常重要的靈性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傳承之一 就是他們非常重的重生這件事情 整個的聖節運動是從這裡頭開始 當然他還有第二波的 就是對於聖靈的一個強調跟重視 這整個都是 衛斯里所給教會的一個重大的資產 同時等一下我會再提 如果沒有衛斯里約翰被神得著 整個英國不會經歷18世紀的大復興 而這個大復興奠定19世紀 整個英國成為重要的上帝使用的一個器皿 總而言之我們要說的就是 能不能經歷神 會影響到底我們對神的認識到哪裡 那就回到我自己高中的經歷 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在這個當中提過 我曾經絕智過五次 為什麼會絕智五次呢 就是因為其實我也很喜歡傳福音 可是我講來講去 我就會講別人的見證 那時候我有一個非常好的高中同學 我跟他傳福音的時候 他也跟我傳福音 他就說他經歷過觀音 他看過觀音 觀世音 他就跟我講了栩栩如上他的經歷 我了解我的同學 我知道他不再跟我亂講 他跟我講完之後呢 我就非常生氣 我生什麼氣呢 我就跟神講 主啊 我講不出我什麼經歷 我是真的相信你 我不是從小沒有一些經歷 但那些經歷不足以讓我舉了 他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能回答什麼 我就在想我為什麼沒有辦法 講出我自己更深刻的體會呢 因此我的內心裡頭就有一個吶喊 其實我不知道我已經在進行一個禱告 我連禱告都不會 但是在我的裡頭已經有一個想法 那個想法就是我需要更深的認識 以至於在那一段時間裡頭 我有幸參加了偉大的佈道會 多偉大呢 格里漢本人 OK 他現在已經做古了 你就知道那是哪個年代的事情 古早古早的事情 格里漢本人來到台灣 其實就是現在小巨蛋那邊 然後後來還有幾個很大的佈道會 那時候好多台灣好多佈道會 有什麼呢 宋能兒佈道會 如果你不知道宋能兒 你就跟我不同代的 現在年輕人沒有人知道宋能兒是誰 一個化妝怪怪的 一個女佈道家 然後當然什麼唐從榮 那可更多了 總而言之 每一次這個佈道會 我都真誠地舉手絕制 然後之後就會寄那個絕制單 我還可以寫得出來中倫教會 我的長老會 所以呢 中倫教會就收到好幾次單子 然後我的輔導 高中團系的輔導就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絕制了 已經第三章了 我每個禮拜都去 我查經非常認真的 非常非常投入的 他就在想 你在絕制個什麼東西啊 可是呢 下一次呼召我還是會絕制 我不是腦袋不清楚 我為什麼一直絕制呢 只要我舉手 我就是在對神講 我還沒有經歷到你 我是認真絕制 哈嘍 上帝我在這裡 不要這樣只是檢選別人 為什麼我沒有 我既然稱為我是你名下的賜名 好歹 我應該有我自己對你的一些體會跟認識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講那是什麼 就是沒有嘛 所以下次呢我繼續舉手 我可以舉手到 我遇見你為止 終於有一次我知道我不用再舉手了 所以我就說 我非常知道我是哪一年 哪一天 哪一個時間點 我重生 我完全講得出時間地點 當然那一次有了一個非常清楚的 我為什麼可以說我不要再舉手了 因為我遇見他了 而什麼叫做遇見他呢 好 等一下我再繼續 好 所以在這一次 這個彼得跟耶穌的相遇的當中 這個我們知道他經歷了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事情 而這個事情呢其實就是發生在 耶穌來到哥尼撒羅 其實就是加利利湖 很多人渴慕聽耶穌的話 因為對於這些微小的小民們 其實當時候的這個猶大帝的人 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小民 因為他們的貴族只佔百分之三 絕大多數都是這個所謂的勞工階級 好 所以他們內在的裡頭有非常多的辛苦 那他們需要聽到生命的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拉筆們 所說的所教的在聖殿的當中 其實是給他們更沉重的惡 但是耶穌確實給他們非常不一樣的 一個生命的一個糧 那耶穌看見反而就是兩隻船沒在用嘛 就借來當講台 那我們只知道事情發生到這裡 但是在耶穌講完之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彼得在場 因為我的東西被你拿去用 所以我也走不了 那終於耶穌講完了 耶穌就對彼得發出了一個邀請 其實也是一個命令 完全要看彼得怎麼回應 那就對他說 如果是你已經整夜都沒睡 你怎麼知道彼得整夜都沒睡 因為下面路加做了這個記載 所以路加竟然沒有寫 大家都想聽耶穌講到底講了什麼 一個字都沒寫 可是他把彼得的回應寫得清清楚楚的 在第五節的裡頭 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 並沒有打招什麼 如果沒有第五節 你怎麼知道他整夜沒睡 你根本不知道 你只知道說兩隻船沒用了 結束了他們在洗網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是為什麼在洗網 其實就是因為什麼都沒有 只撈到一堆垃圾 所以才要洗網 因此在這樣的一個非常疲倦的狀態裡頭 其實如果我是彼得 我就會想 你終於講完了 你講完了 我可以把我的東西弄好 我要回去了 這有點像管會堂 你講完了嗎 我掃地我關門 所以呢 你怎麼現在還叫我再繼續的 把船開出去 要知道我現在就是需要睡覺 我需要回去休息 而且你要我做一個 我已經做完的事情 所以呢 重複那個看似沒有用的動作 你要不要去 在你最累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耶穌發出邀請的時候 不一定是在你非常OK的時候 而且他叫你做一件 你已經覺得沒有效 徒勞無功的事情 開到水深深處 不只是耶穌對彼得的邀請 是現在耶穌在對我們在說的話 因為彼得經歷了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呢 彼得很顯然經歷了一個 現在我們在新冠肺炎的 十世紀裡頭 完全可以體會的事情 那就是 你的收穫 不一定跟你的學歷 不一定跟你的資歷 你的經歷 你的努力 是可以成正比的 正常的狀態之下 這些都可以成正比 可是當這個世界改變 你就會發現 你以為你的這些力真有用嗎 當我們在碰到新冠肺炎 老實說 你就是需要免疫力而已 但是連免疫力都不保證你不死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在體會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這一次 其實因為昨天我看了這個 這個 禮拜六其實有非常多 這個世界的新聞的節目 可以看 我的心情又再一次下沉 本來台灣已經讓我們覺得 哇塞 我們暑假可以大幹一方 不出國沒關係 這個 寶島從頭給它玩到尾 這三倍券給它用到變六倍 那所以呢 本來我想要大展宏圖 可是昨天看完之後 我心情實在又再沉重下來 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次的疫情 這次的疫情會永遠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的世界 可能永遠不會再回到過去 的那樣的一個狀態 那尤其影響到的是什麼 就是非常多的開發中的國家 當然就是現在疫情最嚴重了 包括南美洲 包括印度 包括東南亞非常多的國家 他把這些國家數十年 好不容易從谷底慢慢慢慢爬到一個 可以叫做 不是第三世界 而是開發中國家的時候呢 他竟然重新打回原型 幾個月可以把你數十年 整個國家累積起來所有的努力 其實是把美國曾經 川普曾經有的成績全部打回原型 然後日本 那個失落的二十年 現在根本就是失落更多了 2020年 本來是日本重返榮耀之年 可是卻是他最痛苦的一年 他的損失是無可計數 太多太多的中產業 早就已經印好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就是準備2020的試運 可是所有前面壓下去的 全部回不來 然後也還不了 然後提前破產 那個痛苦是巨大 台灣其實根本沒有長到 那個當中的百分之幾 台灣不是沒有痛苦 但是遠遠不如別人所經歷到的 所有的這一切 彼得那一夜的毫無收穫 其實就是許多勞工的痛苦 這個我要說 真的軍工教非常幸運 你恐怕不能體會 你晚上照樣睡覺 明天薪水還是入袋對不對 可是這些人完全不是 包括許許多多的白領階級 美國有非常多的白領階級 終身沒有經歷過什麼叫做失業 這次失業 他被打回那個 他說你打回到他年輕時候 打工的那些事 可是他早就已經是高階主管 可是他卻不得不去做 從前年輕時候 會去做那種打工的工作 然後還拿不到那種工作機會 可是他們有一堆的貸款怎麼辦 所以事實上 在這一次的彼得的這次經歷裡頭 他很深的驚艷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收穫當然不是來自於他 對不對 可是這個收穫也是他去幹的 這也讓我們看見一件事情 就是神機的發生是怎樣 是需要人來配合的 所以我們很容易走兩個極端 就是我們在大部分 平安的歲月裡頭 我們也很虔誠 我們也都來做禮拜 我們也祷告我們也服侍 但是老實說到底有沒有依靠神 其實我們的感受是不深刻的 因為其實你並不太需要神 你就已經是能夠 處理到非常OK的狀況 所以你感受不到信仰 對你真正的影響 直到你真的撞牆了 你怎麼努力都沒有收穫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會愛告上帝 但是我們也很容易落到另外一個極端就是 我們期待神為我們做一切 像彼得 他可能落到另外一個極端的意思就是 連雨都耶穌啊 你就從天上降下來 最好還Uber到我家 什麼都你給我做到便便 全部都你來 因為我再也不能 我完全不能 我就給你攤在地上 神機不是這樣 當然醫病神機是另外一種 不過醫病神機 你不要以為後面沒有復健 還是有復健 它是一個過程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彼得必須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不要 他要不要 在他最累 已經覺得 終於結束了 我可以回家了 他還要去往水深之處 不是淺淺地做一下而已 你要做到位 這個考驗彼得的一件事情就是 考驗彼得的驕傲 什麼驕傲 我才是專業於佛話 你是講道的啊 你是教書的啊 你怎麼懂這個 為什麼在這時候還叫我做這件事情 彼得必須勝過自己的這種專業性的驕傲 第二個他必須勝過 他昨天晚上的失敗 完全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心裡就會想 那沒效了 我試過了 我試過了 那沒效了 然後 你知道我在這種時候再做一次 他必須勝過自己的沮喪 自己的軟弱 自己的疲倦 自己現在這不是最好的時刻 但是耶穌說 去到水深之處 你能不能這樣做 關乎到 我們到底平常是怎麼在回應神 很多的人經歷不到神 是因為你不回應 許多人會說 沒有啊 神也沒有告訴我們啊 很多的時候我們其實是不知道 我們沒有在回應 因為我們是用自己方便的方式在回應神 所以當神邀請我們 我們其實非常需要回應 其實我們即將面對 我們有很多機會回應上帝 當我們看見世界在水深火熱當中 難道我們不知道神在邀請我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需要深重的禱告 認同性的悔改 以至於讓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這一次的 因為它是一個聯動 它不只是一個所謂的醫學的傳染病的問題 它現在當然非常明顯 它引發了經濟極大的危機 它也引發了世界的政治板塊的重組 它也引發了一個又一個 一個又一個 所以呢 因此其實神是在讓我們體會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誰啊 這次的疫情就是讓人類不得不服下來就是 我們以為我們能夠掌控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一個小小的病毒 可以讓全世界全部打趴 歷史上所有的瘟疫 如果我們從聖經上看 如果不是讓神讓瘟疫發生 瘟疫不會發生 這當然也跟人的罪絕對是有關係的 可是直到今天為止 人類沒有辦法真的講得出來 沒有完整合理的解釋 黑死病 那是一個過去的病 我們連黑死病是怎麼發生怎麼結束的 科學的解釋是半套的 是完全不清楚的 到今天為止有太多的病 基本上是沒有解藥 有疫苗沒解藥 那我們現在也希望是趕快弄出疫苗來 其實這個病仍然是沒解藥 那這些都使我們必須要 能夠謙卑下來 能夠俯伏下來 而在這一次的裡頭 我們很高興地看見一件事情 就是彼得沒有miss掉 他沒有浪費了他的苦難 很多的時候人是只有到苦難才能真的經歷神 但是即使經歷了神 我們還是有可能錯失而沒有認識耶穌 我們只是覺得我的問題得到解決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繼續回到我過去的生活模式 這就浪費了我們的苦難 錯失了一次認識耶穌的機會 其實是糟蹋了一次的升級 而在我們的生命裡頭 應該不是只有一直經歷過神 但是如果是沒有讓我們更深的能夠來認識神 那就是糟蹋了一次的神級 而我們看見彼得在這一次的經驗之後 有了兩個讓我們可以來思考的 他的動作非常大 那個動作就是 當他把這個 發現這個雨實在是拉不上來 趕快叫另外一船 所以雅各跟約翰也是見證人 同時經歷了這個過程 那其實是兩隻船都要沉的 所以是一隻船絕對會沉 就只好另外一隻要趕快來幫忙 你可以說這是彼得個人 終生最高的成就紀錄 你想是不是 他有辦法比這次更多的嗎 如果憑著他自己的專業 沒有 這是他終生所經歷到的最高的一次紀錄 而在這一次的紀錄得著之後 他怎麼反應呢 他說主啊 離開我 你有沒有發現 奇怪 他為什麼是這樣反應呢 應該是說主啊 不要離開我 因為你真是我的財神爺啊 不是嗎 天啊 如果不是遇見你 我就是空空的回去 自己吃自己啊 所以呢 怎麼會叫他離開呢 從這裡頭 其實我們就在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人對神機 到底要怎麼樣來認識 當人認知耶穌是弥賽亞 是救主 可以是什麼意思呢 那 其實 當我們這個 能夠經歷上帝的一個 極大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一定是覺得 哇 我終於有救了 因為這麼大的難處 那 這個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的眼目只放在 神有沒有解決我的問題 那我們就是把耶穌當成是 專門解決我 救苦救難 外面就叫做活菩薩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 哇 這是真神救主啊 那 可是呢 到底我們因此有認識耶穌什麼嗎 所以這個神機真正的意涵在哪裡呢 所以如果我們的焦點就是在 所有我的不開心 我的缺乏 我的不幸福 我的病痛等等等等的 無意中 其實我們就是 其實這是人性啦 我們的信仰態度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是一種利益交換 所有外面的信仰其實都是 很容易就是這樣 尤其是民間信仰 就是 你回應我的祈求 我一定會來還願 我就把你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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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給你打幾面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 老實說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民間許多的信仰 它不是不靈 它靈 它不靈的話就沒人去啦 就是靈 越大而妙越靈 所以基督徒不要以為別人是迷信 重新定義迷信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不是別人不靈 所以 如果我們一直是焦點放在這裡的時候 難怪有非常多的基督徒 真的是信得不夠情的基督徒 因為自己覺得耶穌不夠靈 跑去算命 跑去找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密中的誰誰誰什麼法師 因為他就是要解決問題 會做這種事情 因此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彼得顯然 他不是只是經歷到了一個很靈的這件事情 不是嗎 耶穌說去深處 果然的深處是有蹊蹺 所以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那信仰不就是需要一個救苦救難的嗎 不然我幹嘛信你呢 對 神不是沒有這一面 絕對是有的 在未來的日子裡我要說的是 我們會遇見很多 越來越大的 我特別要說的就是 2020其實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年 我們已經面臨聖經所說的那個最後的災難的起頭 因為如此規模的災難 遠遠不是過去所有的災難所能比的 這個遠遠超過SARS的衝擊 遠遠超過2008 遠遠超過過去非常多的所謂的衰退 所以 再加上我們知道後面還有這個蝗蟲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農業專家 已經在開始防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蝗蟲可以從非洲一路飛過海洋 飛到東南亞 飛到印度 飛到巴基斯坦 他可能進中國 從中國他要來台灣也是很容易的 所以以他的過去的紀錄來講 其實我們是需要來防的 可是蝗蟲所能防的也是非常非常的 所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在這個當中的裡頭呢 你就會看見一件事情就是 彼得在這裡面很深刻的經驗一件事情就是 耶穌不是只是救苦救難 而是他是一個神聖的Holy One 對猶太人來講 他非常知道什麼叫做Holy One 因為猶太人很怕耶和華神 顯然對於三位一體的第二位 這神子耶穌 那個時間點他們才開始在經歷 那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當然就知道三位一體 可是可能好像存在在教義上面的認知 而對於神到底是如何的神聖不可侵犯 其實我們這些外邦人是真的不太難體會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我認為靈恩運動最大的一個貢獻 就是重新恢復人們對耶和華神的畏懼 神是可怕的 如果不知道神是可怕 那真是沒有真的足夠的經歷神 所以在我自己這個重生的經歷的裡頭 那個時候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但是我知道我經歷了神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現象 當然那個時候的那個知識是完全不能夠去描述它 沒有辦法準確解釋那是什麼 但我現在就知道我經歷的是聖靈的交灌 也就是所有重生的人聖靈會交灌 然後從此聖靈會內住 你從此成為一個 在靈界裡頭我可以被區分開來 因為聖靈在我的裡頭 這其實是有一個其實點的 你的重生代表了一個東西 就是從此你有印記在所有靈界的天使跟魔鬼 都認得你有一個標記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的老闆是誰有差 就叫做打狗要看主人 所以我是不可以被隨便侵犯的 在靈界裡頭他們會去認知這個東西 除非我自己給自己留了太多的破口 否則我是不太能夠被動的 這是基督徒應該要知道你的那個身份 是非常的重要 以至於彼得在這裡頭非常清楚地經歷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所遇見的我這一次的這個神蹟 完全是因為那個Holy One 這是一個神聖的時刻 以至於他不得不驚艷一件事情就是 他不敢親近耶穌 以至於他會說主啊離開我 所以我們會說一個真實的屬靈經歷 其實你的第一個標記是什麼 就是你會畏懼你會敬畏 你會知道一件事情你叫做罪人 你是罪人 只有基督教會一天到晚在那邊講自己是罪人 可是能夠真正地知道自己是罪人這件事情 絕對是上帝的工作 人沒有辦法用自己的倫理的標準來提 你會發現人最後還會說 你自己可以稱佛 我有一次在一個宗教的一個場合裡頭 我就說了 連聖人 人都不應該自己說自己是聖人 對不對 我就說孔子 我們稱他是聖人 我說那時候 那是白人說的 孔子敢說我是聖人 那不是聖人 對不對 聖人是別人尊你的嘛 那你如果覺得你連聖人都不配 你能說你是神 你是佛 哇 你還真是謙卑啊 所以 因此我要說的一件事情就是 人知道自己是罪人這件事情是一個非常大的恩典 如果不是上帝自己工作 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罪人 因為就算你是承認你也是虛偽的 你根本不知道你是罪人的意思是什麼 而當你真的知道你是罪人的時候 你會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沒有被赦免 如果你沒有上帝 你根本活不了 以至於基督徒 越是知道上帝是誰 越是會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什麼叫做 為什麼摩西會是世上沒有人像他這麼謙卑 因為他所經歷到的上帝 是沒有人經歷過的神 所以 神就說 他說主啊我可慕見你的面 神也很白跟他講 你不可能見我的面 你沒有辦法活 所以神就說我讓你見我的背面 我後來就想 神是無形無體的哪有正面跟背面啊 什麼叫做背面啊 的意思是什麼 的意思是我把我的榮耀蓋住 否則你會滅亡的 這就是以賽亞 這就是以賽亞經歷到神的時候 霍災我滅亡了 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時候 會減少我們跟著所有的名嘴在那邊 東罵西罵東罵西罵 因為你會明白一件事情 你是嘴唇不截 住在嘴唇不截的人當中 這個世界現在已經是亂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的媽呀 但是基督徒 為什麼可以成為和平之子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是罪人 老實說這世界也沒什麼人 真的是無辜的 所以就在這樣的狀態裡頭 我們看見一件事情就是 彼得某一個程度 他的眼睛被打開來 我們每一次經歷神 我們就是再打開一點 再打開一點 我們的上帝是無限的神 所以其實終極我們的一生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認識他 可是每一個經歷都非常寶貴 但是我還是講過 經歷是 基本上是你的渴慕發生的 它不會自動發生 但是它也跟你有沒有回應上帝是有關係的 所以在這裡頭我們看見 他的眼睛被打開了 而這個經歷 這一段我覺得淋漓盡致的 就在保羅在以夫所住裡面所說的 他為以夫所人禱告說 為他們禱告他們心中的眼睛可以被照明 以至於他們可以明白 他們的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並知道神向我們這信的人所寫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心中的眼睛 其實我讀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回到就是保羅自己的經歷 保羅這是他的肺腑之言 這是他的經歷啊 保羅的神學是立即在他的經歷 所以我會說經歷帶出神學 神學深化你的經歷 你知道你在經歷什麼 那以至於他就提到這件事情 因為他曾經神故意讓他肉身的眼睛瞎三天 以至於讓他明白他自己有多瞎啊 你這個有學問的保羅 你這是瞎到不行啦 因為你根本不認得耶穌是誰 以至於你還逼迫耶穌啊 所以我們要常常跟神講說 主啊我們的眼目是昏的啦 大部分真的是昏的啦 如果我們都已經到末後的時候 我們眼睛還昏我們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求主一件事情 就是主啊開我的眼睛 同時也讓我知道我所得的恩招 有何等的指望 恩招我成為你的兒女 這身份的意思是什麼 我所領受的權柄是什麼意思啊 以至於我知道什麼叫做 那在信的人的身上所顯的能力 所顯的能力可以是何等的好大 我們現在非常需要這種能力 不是去行神機 去行神的工作 而是我們要能夠cope 而在面對即將到來非常大的苦難 跟挑戰的時候 那個得勝的能力在我們裡頭 因為保羅後面講的那句話就是 就是照著神使耶穌基督 從死裡復活的能力 死裡復活的能力會在我們生命裡頭 展現出來 如果你破產 你就知道你非常需要死裡復活 我們非常需要跟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已經非常多人破產 要讓他們知道 神可以讓你從死裡復活 那個不見得指的是你的事業可以動三在一起 不要那麼狹隘地去解釋 因為神可以做神要做的事情 我們需要有這種盼望 然後我們又看見了 彼得說主啊 離開我 然後呢 當我們真正地知道神是可敬畏的時候 你一定會經歷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對你的安慰 他對他說不要怕 彼得不只一次經歷到這種神聖可畏的時刻 然後也不只一次地經歷到天上有聲音 對他說不要怕 然後你就看見一件事情 就是 但是耶穌對他說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你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差距到底在哪裡 我很常常會從這個角度 因為我需要常常在非基督當中分享 你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耶穌不是只是救苦救難 因為神說你們不要為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憂慮 如果非鳥不種也不收 神尚且眷顧他們 然後後面那句話我覺得非常的美 也非常的令人感動 你們比非鳥貴重多了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是誰啊 因為只有你們可以對著神說天賦 所以耶穌說你們所需要的這些 你們的天賦是知道的 這耶穌的原文 你們的天賦是知道的 他care for you 你是他寶貴的孩子 其實我們現在當然就知道 在歷史的後面我們就知道 他不只是那個供應我們的神 他甚至是為我們而死的 如果有一個人愛我們到這麼深的時候 你會擔心你會沒得吃沒得穿嗎 你求得太low了 我們的神所要給我們的是什麼 因此這裡面就非常重要 到底信耶穌最後你要進入到什麼 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誰 因為祂要你進到你的身分裡頭 用Muslim的話來講 祂要你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才是一個人活著真正的尊嚴 而那個自我實現不是我想成為誰 我想成為誰 而是神說你是誰 因此耶穌說 你從今以後要得人了 耶穌給了他一個 老實說 有人問我說 彼得那時候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當然不知道 我相信彼得是不知道的 不過在這裡頭 彼得已經被賦予了一個全新的 所謂的這個宇宙觀 他的價值觀整個位移 如果他沒有位移 他會有什麼想法 他會有一種想法就是 主啊可不可以不要得人繼續得魚啊 人只會消耗我的資產 人又不能吃也不能賣 可不可以繼續得魚啊 他不知道耶穌講說 你從今以後得人是多麼的尊貴啊 當然那時候他真的是不知道 其實我跟你說 神每次告訴我們說 祂要你怎樣的時候 你都不會知道那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後面 你大概就不敢了 所以不要知道很多其實是好的 所以每一次他們在經歷基督的時候 你就發現聖經裡頭沒有一次神經是重複的 有類似但是神總是不斷地行作行事 以至於每一次他們就是 每一次都有一種震撼就是 這是誰啊 這到底是誰啊 然後耶穌也無數次地說 你們真是太小心了 你們的心性太遲鈍了 我每次看到這些經文我就說 主啊真的 真的 我是很小心 但是從高中我就一直用一個禱告就是 就是那個百夫長有沒有 到神的面前 然後到耶穌的面前 然後就說這個 就是我的信心就是這樣 求主幫助 求主幫助 幫助我 不斷地使我對你的認識 是不斷地升級 不斷地升級 印著我所需要的 在我的苦難的當中 讓我不是看見你解決我的問題 而是讓我更深地敬畏你 更深地敬拜你 然後更深地知道我是誰 其實在每一次的困頓的裡頭 你會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是如此地被上帝所珍愛 然後神是如此地願意賦予我們 祂所要我們與祂同共的 那是一個極大的尊貴跟極深的榮耀 但是我們會用很low的人的想法就是 我現在不方便耶 我現在不想耶 我現在怎樣 我現在怎樣 如果我們的回應沒有像彼得 就錯失了一個偉大的 跟神相遇的一個經驗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彼得就捨下了他的網 我以前看這段經驗的時候 我心裡想真的還假的 這太可惜了吧 終生成就的最高紀錄 就給他這樣淡雕 還是他後來有回去計算一下 這樣子可以賣多少錢 先拜託別人幫他處理 他真的就給他捨網 就跟隨耶穌了嗎 當然我現在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彼得當初可以捨得下 因為他當下他真的經歷了 掌控宇宙的神 那個The Holy One 他是宇宙的主宰 以至於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這一網的魚固然是我撈上來的 可是真的是我撈上來的嗎 對不對 是你有能耐真的知道這個魚在哪裡 然後你撈上來嗎 後面的動作看起來像是你 所以這也就是當我們 經歷上帝給我們一個極大的恩典的時候 小心喔 如果我們不分辨我們會把榮耀歸給自己 可是這根本就不是我的能耐 只是我的動作而已 我有跟神同工做完這件事情 所以他所撇下的不是他真正能夠掌握的網 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這是一個值得我全心信任 捨下我一切來跟隨的主 因為猶太人確實 就像他的弟弟 原來是跟隨十幾岸的 十幾岸帶動了當年的一個風潮 就是為自己預備彌賽亞即將到來 因為十幾岸不斷地預告彌賽亞將要來 我們如果不悔改 我們是進不了那個漁民的那個行列了 你會被撇棄了 不要以為你是亞伯拉安的子孫 你就是當然 所以極多的人就到自己案內去 進行這個悔改的洗禮 所以以至於我們要來體驗這樣的一件事情 就是求主幫助我們 真正的知道什麼叫做信耶穌 信耶穌不是只承認他是彌賽亞 信耶穌是follow follower 所以我後面還寫了一個 如果沒有耶穌進入水深之處 其實水深之處什麼也沒有 所以耶穌在這裡不是告訴你一個策略 打魚的策略 那其實是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一生裡頭 每一次經歷神 我們不是去經歷 不是去跟隨一個智慧 我們不是去跟隨一個法則 一個教義 一個知識 一個什麼 我們是跟隨耶穌 而當耶穌每一次對我們所說 所有不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知道怎麼樣來回應 所以最後我們要來講的就是 水深之處通常會是在我們很深的苦難當中 我們正在面臨人類的終極 也就是每當我們更多一點的了解我們所面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我每當在多了解這個新聞所報告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 哇 我們的世界真的回不去了 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我們即將不能認識的世界 難以認識的世界 而這個世界其實會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本來就有貧富不均的問題 可是這個它會無限級數的不斷的加大 的意思是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 有可能會經歷到變成是無產 無產的本來就無產的不差了 就會更困難就對了 所以真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景況 但是我剛剛講到了那個約翰衛斯里 如果不是十八世紀 神得著了他的器皿 以至於整個的聖節運動大大的影響了英國 預備了英國進到艱難的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發生什麼事情 第一次工業革命 這是人類第一次經歷到工業革命 原來這麼震撼 怎麼震撼呢 整個的產業結構改變 因為有機器有科技的新的發展 所以逐漸的怎樣 逐漸的自然的生態的這種農業的生活 開始進到工業的生活 大量的人從農村進到工廠那裡頭 然後人被機器控制 人過得越來越像機器 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第四次工業革命 機器越來越像人 然後我們就怎樣 我們就被完全取代掉 所以五機跟這次的疫情加速度這件事情 的意思是 的意思是將來會有更多的 更多的 包括很多的白領階級會失業 我們的世界會越來越是我們很不熟悉的狀態 水深之處有它可怕的地方 但是當耶穌說進到水深之處 如果是出於它 那就不一樣了 我們要說的是 因為我們的腦袋還在想的事 我能不能回到過去的平安靜好的歲月 我能不能解決我的問題 我們總是只是注意的非常小的事情 非常有限的東西 但是上帝有祂的計劃 上帝有祂的時間表 上帝有祂的速度 我只能講說 神的兒女 你必須牽進祂的計劃裡頭 否則你會left behind 所以我們需要跟神講說 主啊 你復興這地的時間事實上也到了 因為如果不是一次的復興最後的收割 我們怎麼能夠 來面對神 祂的在領 而且 而且那末後的困難 恐怕是 除非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是誰 那神也告訴我們 在末後的日子裡頭 凡呼喊主名的他會得救 我們需要讓更多人趕快認識耶穌 而且不是像財神廟的那種認識 你必須深刻地知道 祂是一個聖結偉大可畏的上帝 你原本屬於祂 不是祂是阿拉丁 祂是真正的宇宙的主宰 我們需要復服 我們需要敬拜 我們需要敬畏 我們需要敬畏 我們需要跟 魏斯里約翰一樣 我要知道 祂不只是拯救世界人類的救主 祂拯救我 然後我要知道我怎麼樣跟隨祂 所以我不是禱告祂來解決我的問題 而是我要聆聽一個東西就是 神會告訴你 你會成為什麼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願主幫助我們知道 從今以後我應該要怎麼樣成為 你要我成為的那個自己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親愛主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 一直是一個主動走進我們黑暗跟困境的山 謝謝你 是你在邀請我們成為一個跟隨者 以至於讓我們經歷你那奇妙偉大的神蹟 以至於讓我們經歷你自己 那個我們根本就不配得的恩典 主啊 當這個世界在極大的缺乏跟困難的時候 讓我們不是停留在我是沒事的 我很好 這個狀態而已 因為沒有所謂的真正的很好跟平安 而是我們需要知道 在你的裡頭才有真正的shalom 因此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可慕更深的經歷你 更深的認識你 更深的敬畏你 更深的敬拜你 更深的服侍你 更準確的服侍你 以至於這個世代可以因著我的緣故 認識你 得著那個祝福和幫助 謝謝我的主 帶領我在水深之處 真實的遇見你 感謝禱告奉靠耶穌的名 Amen 好 我邀請大家從座位上面站立起來 讓我們用這首歌 帶我進水深處 我們一邊唱 一邊成為我們自己的禱告 � questions 祢贏子 祢贏 shapers 祢贏欣天 是我心敬畏 歌舞你同在 歌声敬礼你 就盛开我眼 向我心显明 你创造新意 并带领我向前 带我进水深处 进入你圣洁同在中 使我捷径 相抚我心 经历你同生命的天 带我进水深处 进入你圣洁同在中 心的恩典 灵我前行 直到满足你的信念 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爱不离开我 你的恩典够我用 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夜景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对主的认识 是在怎样的一个状态的当中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 来面对2020年更有挑战的下班 以及可能越来越不容易的2021年 让我们的眼目不是放在问题的上面 而是放在神对这世界是有计划的 神是有计划的 神是有救恩的计划的 圣约我们在祂的救恩的计划里头 是回应祂成为祂的同工的 因为我的回应 不只是让我自己可以得两船的鱼 而是许多的人可以因此 得着祝福的恩典 主啊 让我不是在乎要得多少鱼 主啊 圣约我成为能够得人的人 因为你最在乎的是人 你是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 你是为人而准备那将来荣耀无比的天家 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最美好 但是人必须服在你的救恩 跟你自己的引导的当中 主啊 让我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让我听得到你的邀请 让我可以准确的回应你 以至于在这末后的世代的里头 我们成为这世界的祝福 谢谢主 谢谢主 让我更深认识你 让我更深认识自己 让我更深经历你的能力和同在 也让我更深进入到 你对我真正美好的心意 谢谢我的主 我们从头再唱一边唱一边为自己祷告 为着你心中所浮现的那些人 神要你在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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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并带领我向前 带我进水深处 带我进水深处 请你身中的心中 祝你身中的恩兴 祝你身中的恩格 为了我确保 直到满足祢的心意 祢的恩典够我用 祢的爱不离开我 祢的恩典够我用 再一次祢的恩典够我用 祢的恩典够我用 祢的爱不离开我 祢的恩典够我用 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 我们来领受神 要给我们的祝福 主啊我们是渺小不配的人 主但是你却用 这种丰盛的恩典 是用你自己 主啊那许多的物质算什么 你是用你自己 赐给了我们 以至于在基督的里头 万物你都赏给了我们 主啊以至于我们所领受的 是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是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主让我们明白 我们所蒙的恩典够是什么 主谢谢你 主 因此无论未来的挑战有多么大 让我们记得 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你的爱从来就不离开我们 你既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主 就证明了你的爱有多甚 主啊赦免我们的祷告 是肤浅的祷告 是狭隘的祷告 是不认识你的祷告 主如果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有多甚 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你 主因此 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断的不断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 去经历你 去认识我们自己是谁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 你要我们活出来的 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 真正的传报好消息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落在惊恐的当中 没有必要活在忧虑的里头 因为你顾念我们 你顾念我们 如果你顾念小麻雀 那我们甚至是你眼中的同仁 主谢谢你 主啊你给教会极大的恩典跟权柄 主求你帮助我们 活出活出 那样的生命来 这个世界非常需要 一个能够把主的大能跟好消息 带给这世界的 主啊不是靠着科技 不是靠着什么制度 主啊是你自己 是世界的救主 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是我们唯一的道路 谢谢我们的主 愿天父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那多而又多的恩惠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把最大的荣耀和掌声 归给爱我们的主 谢谢我们的神 谢谢我们的神 也让我们来祝福 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愿2020年神引导你在水深之处得胜 2020年神引导你在水深之处得胜